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首相可以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程度 钱财是否富足 婚姻是否幸福 头脑是否聪明 以及人品性格如何 少年运 中年运 老年运 大概的一生都可以由首相看出来 首相这东西其实挺准的 但首相是会变的 当你的人改变了 你的首相也会跟着改变 就像是一个人本身很热情 心肠很好 乐于助人 对于感情勇于付出 他的感情线就会比较长 感情线上也会有比较多的小分支 小虚线 但是这个人若是变得冷漠了的话 这个人的感情线就会变短 当你的心境改变以后 面相 首相也会有所变化 运势也会跟着有变化 正所谓向随心转 运随向灵 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命中注定的 很多事都是可以靠个人努力 人为地去改变的 人活着要相信自己 只要你自己认真积极努力地生活 生活就会认真地对待你 你的首相也会随着你的生活越变越好 那么 什么样的首相算是好的首相呢 一 欲示富贵的首相 第一种 掌纹深刻且清晰 首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 一个人的天资 性格 事业 财运 走势 和个人命运发展 手掌纹路多 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 掌纹杂落混乱 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 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 做事情有章法 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 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 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 事业发展得很顺利 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 第二种 手财纹深长 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 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 就是手财纹 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 能否发财或手财 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 手的财也多 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手财 手财纹深长的人 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 会挣钱也会手财 知道如何管理钱财 也是富贵的首相之一 第三种 手如干姜 家道必娼 手如干姜 主要是说手的握力 因为干姜的阳气最重 而握力靠的是干的阳气 如果干功能旺盛 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有这种首相的人 一般做事能力强 具有勇气 谋略 敢闯 敢批 富有冒险精神 敢为天下先 有不畏艰难的韧性 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 取得非凡成就 第四种 多财富文 在大拇指第二节文 与掌文交界所形成的交叉文 或一些斜文形成的三角文 菱形文 钻石文或类钻石文 均可统称为财富文 财富文以剑方格文或菱形文为最佳 不论横文或直文 文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 代表此人一生命中 有发大财的潜力 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 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 如果把手掌比作聚宝盆 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 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 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 有这种首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民 是最容易发达的 年少家底丰厚 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 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 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 晚年幸福安逸 第六种 食指有三约文 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文 叫做指节文 如果有三条指节文的话 叫做三约文 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 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 如果是女性的话 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 受夫家福应 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 衣食丰足 男性的话 也能取得有钱交期 总而言之 是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 第七种 手掌肉厚 柔软有弹性 以掌面为中心 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 分支符号 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 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 后天成就 父母子女 婚姻情况 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 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 元气充盈身体康健 肉主因 主腹 手掌厚而负弹性 肤光滑柔软 代表此人性情宽厚 慈善 福泽深厚 福禄天成 由此首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 一生财运顺利 免于奔波操劳 晚年安逸 很多人的手上 很多人的手上都长有很多肉 老一辈的人都会说 肉肉的手有福气 有好财运 那手上长肉 真的代表好运吗 其实 手上的肉长在哪里 也有讲究 二 手上这些地方肉越多 财运就越好 一 更功有肉 更功指的是一个人的大拇指 下面肌肉的位置 属于一个人的更功 主贵人运势 横财运势 如果一个人的更功有肉 说明此人天生就能旺财 能聚财 属于生财有道之人 不管是男人女人 这个地方有肉 能够带给一个人更多的财运 幸福满满 一生最不愁金钱 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这个地方有肉 不仅是自己发财 还有忘夫命 二 财博宫有肉 财博宫指的是一个人手中的 二指以下手掌位置 如果此处有肉 主财运大吉 说明此人一生财运最旺盛 他们天生有聚财的格局 能够创造更多的幸运 属于兜里最不缺钱的运势 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财博宫有肉 代表了此人事业有成 天生能招财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女人们的聚财能力 三 火星平原肉感十足 大拇指下方的突出部位 便是火星丘 也被称作为火星平原 同时还是首相中的更工 相学中认为更工的外形对于命主所拥有的横财 有着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 如果更工外形非常的饱满的话 说明其人有着极佳的工作才能 以及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工作成功 从而获得出色的财富收入 总的来说 这种首相特征算是望运的表现 其人所拥有的财运好坏和个人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 四 手指有小肉 在首相学中 手指干枯 无肉 瘦骨灵循 最是福博 福气缺乏 财神不治 谈何发财 相反 手指有点小肉 肥瘦得宜 必然是有福之人 有望想轻浮 生活无忧 五 手指指腹有肉 手指指腹有肉 即指手指的指腹位置看起来相当丰满 因为相较于指背 指腹无疑更为饱满 尤其是当十根手指都比较粗壮的时候 更是能够体现出指腹外形丰满 而这样的手掌也被视为擅长抓钱 也就是典型的抓踩手 一个人是否能大富大贵 可以从面相得出 也可以从首相得知 那么看了今天的节目 了解了最富贵的首相特征 你是否有富贵命的潜质呢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declared下期不散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